咱们要说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柏莱雅的原力精华 这个精华一句话总结 就是如果你爱过敏 然后爱长痘的人 就是真的要避入这个精华 像我之前就是起那种红种的痘痘 你涂它每两天都好了 而且还不会留什么痘印 再有大家也知道 我是一个超级敏感肌 就是我每次这个位置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每次 我每次这个位置特别容易泛红 就是早晚后涂的那种 就是每个两三天差不多红就退了 就是它去红稳定的效果非常的好 它的原理是通过强韧肌底 去修护这个屏障受损的问题 比一般的屏障修护要更到位一点 大家用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可以搭配美白 或者是抗老的精华一起用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 它是这种半透明的乳液的质地 就是特别的好推开 它本身的质地是非常非常轻薄的 像很多修护产品 它的质地不就会比较厚重 比较油腻 我一个干皮 其实我能接受产品油润润的那种 但是很多油皮豆皮就是接受不了 确实是对于它们来说 太过于有负担 很好吸收 然后吸收完之后呢 皮肤是非常保湿的 而且感觉很软嫩的那种 完全没有什么负担感 挺轻薄的 这瓶无论从质地到效果 我都非常的喜欢 真的很跟大家推荐 这就是我用起来 我真的觉得不错 才跟大家推荐的 而且屏障修复维稳 都是常年必要的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避眼入 而且伯来亚加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就基本上都是好评如潮的 而且它们家几个产品 我都非常